好,那么这一次的重大事故造成重大的伤亡 那么其中花莲祠院目前有15名的病患仍在治疗当中 那么花莲祠院的院长林新荣5号受访表示 这15名病患当中 13人是住在普通病房,病况是稳定 另外两人则还在家户病房治疗 并且也说了待廉假结束 经过医师上班评估确认,会再安排出院的时间 但是少数的伤患有家人往生 院方会请心理师以及社工师来进一步的会谈 适时给予心灵上的协助 台铁408泰鲁阁号重大事故造成重大伤亡 其中花莲祠院目前有15名病患人住院 其中有两位人在家户病房治疗 8岁杨小妹妹开脑后脑翱约2至3公分 伤出碎骨已去除 之后会用人工头骨填补 目前状况都还不错 而杨爸爸也有钱来探望 另一位任职交通部的女子 因骨盆腔骨折,大腿骨有伤口 会进行固定及缝合手术 交通部相关人员也有钱来探望 8岁的小妹妹她有开脑 那到今天状况都还不错 一样的眼睛叫的时候可以开 手脚可以动 脑压也都正常 大概11左右 心跳血压都很好 所以依据她应该恢复蛮快的 那一般就开完刀以后 脑子会肿个一个礼拜 我看她应该很快的她就会恢复 所以都很顺利 昨天爸爸也有来看她 也很开心 那今天我去看她也一样 她都情况相当良好 那另外一位女士43岁 她只要是骨盆腔骨折 那今天要做固定的手术 那她在大腿骨附近 也有一个伤口 今天也会把她缝合 那这个左边她那个脚腿 有一点骨折 也一并会处理 所以她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骨科的治疗 整形外科的治疗 她应该就会轻松一点 那今天因为还放假天 所以大家最出院的都会比较谨慎一点 那明天上了班了 所有的主治医师在整个仔细的在评鉴过 那可以出院的就会出院 那最重要的少数三四位 有一些心理上 因为小朋友 她的小孩往生的 或是先生往生的 或是这些心理上有一点障碍的 那我们的心理师社工师 都还会再进一步的 再去跟她会谈 再跟她处理 希望她不会有创伤症候群 其余13名伤患 将会在廉价结束后 待医师评估确认 再安排出院 针对心理创伤部分 林兴隆表示 目前心理创伤比较重的 恐怕是养小妹的爸爸 小女儿的罹难 心理上比较过不去 未来会适时安排 心理师社工师会谈 给予伤患以及家属 心理上的帮助 在长邦夜华林区报导